1個穆斯林權益組織準備懸紅一萬美元幫助追緝在紐約市殺死穆斯林教士及助理的兇手 在星期六,55歲的伊瑪穆阿孔傑和64歲的烏丁離開下午祈禱後,在一條街被近距離開槍殺死 美國伊斯蘭關係理事會說,將會在星期一稍後正式宣布懸紅的事 警方公布的槍手草圖顯示,他是一名黑頭髮的男子速度鬍鬚並戴眼鏡 但並沒有提供任何訊息解釋可能的作案動機 聚集在紐約皇后區奧松公園內的一座清真寺附近的活動人士說,這是一宗仇恨犯罪 皇后區這一座清真寺所服務的孟加拉瑞社區成員說,他們希望能將這宗槍殺事件作為仇恨犯罪處理 在星期六大約100名抗議者聚集在案發現場高呼抗議後號 。